像巴西人也會吃那個 卡皮芭達 水豚菌 對… 巴西這個水豚菌是太多了 多到它變成一個 巴西的水豚菌 好殘忍喔 你要把它吃掉 你不能直接講 水豚菌很Q彈 我跟你講… 好猛喔 太多了 水豚菌我們還要買票去看他們耶 對啊 對 真的 你們知道巴西烤肉是非常知名的一個料理 對 這是我們的代表食物呢 對 然後我記得我那時候去澳洲 叫Australia 然後他們帶我去一個餐廳 然後就給我看看餐廳嘛 我就直接畫到了BBQ的那個項目 我就說你們什麼了不起啊 什麼BBQ 都是來自巴西 這麼可能比我們厲害 對 我就看過一個名字 我從來沒看過 什麼什麼什麼 Cangaroo 蛤 袋鼠 袋鼠BBQ 我就看了就嚇到了 想說這個不是違法嗎 結果我發現袋鼠在澳洲是合法的 因為太多人都可以打來來吃的 Oh my god 我就說好吧 我們來試試看這個袋鼠肉到底多好吃了 我就點了嘛 那個畫面一來 真的是很嚇人 因為它是一大塊很厚的 然後它是配一些素材 就是像一塊肉 可是那個味道完全不一樣 可是看不出來是袋鼠 因為沒有 它是紅肉啊 就像一個 就是一塊牛排一樣 厚厚的大大的 可是它的味道跟牛肉 豬肉 養肉都不一樣 然後大家會一直問我 到底是什麼味道 你們有沒有試過那個刀子放在火 然後切一個Butter 切那個奶油的感覺 融化 我都把那個厚厚的大小肉 切好像奶油一樣 說哇靠 要不是倒太厲害了 就是肉太嫩了 然後我就把那個刀子 一口吃 真的像一個 一個 聞聞的 冰淇淋 很能形容 所以有吃肉 入口即化嗎 對 入口即化 入口即化 你不用連嚼都來不及 它就化掉了 當然你是可以有一點嚼勁 可是那個嚼勁 對你的牙齒是完全沒有什麼負擔 然後我就覺得 哇靠 我輸了 巴西人輸了嘛 因為這個 袋鼠肉的BBQ 真的是比巴西厲害的好處 台灣有袋鼠嗎 沒有啦 沒有吧 袋鼠沒有 台灣沒有袋鼠 台灣有老鼠 那這就送我輸了 所以你現在最愛的是 袋鼠肉的BBQ 而且我這輩子只有吃過一次 一直在那邊吃 可是可能巴西人喜歡有嚼勁的肉 我們在巴西會吃好多 其他的你們應該是沒吃過的肉類的 可是沒有想袋鼠那麼好吃 就像巴西人會吃那個卡比巴拉 卡比巴拉是日本 你們覺得好可愛 會泡湯的那個動物 那個叫那個水豚菌 對…水豚菌 可以吃 在巴西這個水豚菌是太多了 多到它變成一個 巴西有水豚菌 好殘忍喔 是袋子巴西的 你要把它吃掉 你不能真是講 就像我對澳洲人說 你吃袋鼠 好可愛的感覺 沒有袋鼠沒有那麼可愛 可能水豚菌很可愛 我跟妳講 我跟妳講 好猛喔 這個在巴西已經變成一個 沒有到跟牛肉那麼普遍 可是已經變成一個 好多人會選擇吃它的肉 因為是一樣 所以有人養水豚菌嗎 專門去養人 養水豚跟養牛 養豬一樣的概念 不是 我說你們把它當成寵物來養 沒有… 因為那個牌是太多了 太多了 太多了 水豚菌我們還要買票去看他們耶 對啊 真的 真的 你們竟然隨便吃他們 那他覺得他自己是人 他會做什麼人的舉動嗎 來 Michael 過來 清清 給妳什麼樣的樂趣 喔 清清 可以嗎 不可能 還可以嗎 天啊 可以頂幾顆 可以疊疊樂嗎 有可能嗎 媽媽 自己服… 好可愛喔 你們是養在家裡 還是家裡有戶外的空間 對 養在家裡 也有戶外的空間 對 除了他還有 他剛剛說他老婆喔 對 我們家有15隻 還有什麼 狗 然後也有貓 然後也有那個驢子 驢… 驢… 驢子 對 然後還有水豚 那我看看魯夫等一下可以試試看 好 因為他比較怕深一點 是… 但是因為他現在應該還可以 你看他… 裡面怎麼沒有東西 我剛剛想說那是什麼道具 他是水豚 對 他是水豚 然後他是兔豚 兔豚我第一次聽到看到 對 來 娜娜 你自己去看看 他是兔子還是豚啊 他是豚鼠類的 豚鼠 但是他長得有點像袋鼠 他跟水豚是同顆的 但是他有耳朵 然後他的腿比較細 他投出來了 LuLu要不要 親親 親親了 很可愛 來 好棒 乖乖喔 LuLu好棒棒 看到妳的臉了 我好喜歡水豚的那個 超可愛 眼睛喔 對 他的表演就是那個石化 石化 石化 就是定格不動這樣 然後我以為他很成熟 拿一顆橘子 我來看 來看 阿姨要幫妳撥嗎 沒關係 不是 他要是不是頂在頭上 不可能 可以嗎 不可能 還可以嗎 天啊 可以頂幾顆 可以疊了嗎 有可能嗎 Lana 天啊 好平喔 好可愛 天啊 她才是美姿美姨 對 她是模特兒耶 好 可以 很棒了 OK 好 LuLu你很棒 來 Nana 我來 她也會站起來和奶奶 來 我沒說 我們也要站起來了 來 Nana 來 站起來和奶奶 站好 而且她還不用攀東西 很好 你做得很好 客了 早說嘛 拉手拿 她想自己踩管 好了 好了 好 自己扶 好可愛 好了 好可愛喔 怎麼那麼兩位 你要不要餵 來 我來 我剛剛都沒有成功 對 任何的互動都沒有 來 接手 好 來 你好 你好 我拍拍她的背 摸起來那個毛促感怎麼樣 非常舒服 很帥 沒有那種刺刺的感覺 這個是很柔順 來 我們重新一次 來 Mana Mana 你吃得太急了一下 我覺得她怎麼老是那種方法 來 妳拿走 這裡 哥哥這裡 來 Mana 叔叔了 哥哥哥 這裡 來 這裡 你讓她直接直接放她嘴巴 你的奶弄出來了 對 漏奶了 對不起 漏奶了 我沒有訓練好對不起 我幫妳 我幫妳把妳扣了 扣起來 側漏 好可愛喔 為什麼要看 很痛 等一下 我的腳好痛 很痛 等一下 太痛了 等一下 等一下 請把妳們的嘴巴張開來 互相看一下 這就是妳們是 蜜蜥類動物的象徵 她的名字叫做 屯妹 因為她長得很美 她是屬於那種 體型嬌小 眼睛大大圓圓的那種女生 她是這個園區第一個 當媽的水屯 她的美 不是只有在人類眼中 以一個男性水屯的角度來看 也是一個美女喔 這是犀牛寶寶IK 水屯老師 好鼓聲一下啊各位 各位介紹一下 我們今天的課程 來同學們 同學 同學 今天的課程叫做什麼呢 治療和鼠的課程 為什麼要吃 很痛 我的腳等一下好痛 很痛 等一下 太痛了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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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先來看一下 我怎麼要放置我看 我先 我們要先學會 認識自己對不對 認識自己嗎 認識 妳那麼認識自己 好 讓我們來看一下喔 你們是豬還是老虎 請回答 哇 妳覺得妳是豬 是嗎 老婆妳覺得是豬還是老虎 為什麼妳們是老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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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妳們是世界上的 蜜蜥類動物喔 什麼是蜜蜥類動物 請把妳們的嘴巴張開來 互相看一下 這就是妳們是蜜蜥類動物的象徵 所以妳們剛當老鼠 才會那麼疼 好 來 我們來看一下第二道題目 我們知道你們的老家在哪裡嗎 那我們來聽一下我們的店面回來 好 聽到了喔 他說他的老家 老師實在是 哭笑不久 就是他會跟他說對還錯啊 回答也是對的 但是我們 不要再鬧了 不要再鬧了 我們的老家呢 其實在南美洲的地方 在南美洲的哪裡呢 這邊 這邊 如果妳了解自己的話 妳就會有一個回答 我們剛剛上完課了 妳知道自己是豬還是老鼠的嗎 來 妳跟老鼠說 不要 他懂了 他剛剛說老鼠 你知道他是覺得 不常當豬還是財的 就覺得是 老鼠 但是妳答錯了 非常棒 聽給妳們的講 有 可是不要 他想到前面 我沒有看到 因為後來蠻開心的 我剛剛真的給他這一個 就知道 來到這個臣子 神仙恐後 你們跟他上課 有這麼認真的話 老師就 平常他們如果在野外的話 他就會用這個陷體 去磨測草皮 沾有他的氣味 就代表說那個地方 是他的地盤 最母的不會有 母的也有陷體 只是母的不會這樣凸凸的 爸爸你最大的才藝是什麼 他可以表演一下嗎 他可以表演一下嗎 要操耶 喔 來了 手生出來了 欸 欸 蛤 蛤